結合金旗瓶使用氮氣 然後搭配果茶以及一支你喜歡的雞酒 一樣可以做出非常好喝的調酒喔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Momo愛喝吧 在家裡面呢 享受雞尾酒呢 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喔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使用Bubbling Plus 金旗瓶結合氮氣 做一款美果的特調喔 叫做別院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那我們現在的話呢 就把材料加入 首先呢 加入我們的Lelette香甜酒 它是帶有一些葡萄的香氣 然後綜合的水果風味的瀝口酒 加入我們的Lelette香甜酒 它是使用日本特選的 Lelette去製作的瀝口酒 風味非常的香甜 再來加入 因為我們有加果茶 所以呢 搭配了一點Tiffin的茶酒 去體現它整體茶的風味的特色 那最後加入呢 就是美果茶 然後調和一點蜂蜜 讓它整體的甜度提升 以及 更加的飽和 好那我們接下來進行第二個步驟 將氮氣打入進行一個混合的動作喔 那這邊的話呢跟大家特別介紹 我自己非常喜歡的它其中的一個系統 它是一個緩氣流系統 緩氣流系統呢 它能夠在氮氣打入的時候呢 充分的 讓氮氣與內材料混合 然後做一個 均勻的 釋放 飲品的呈現能夠非常好喔 好 懸蓋懸好之後呢 我們要將我們的氮氣打入 那如果是在家裡面做實用的話呢 也不用擔心喔 因為它是304的不鏽鋼材質 而且它這個有經過防爆的安全測試 所以安全性體度非常夠 在家裡面也非常適合用 聽到咖了一聲 然後它的氣體完全打入之後呢 放進冷藏備用就可以了 那我們進行第三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的話呢 是要把我們的 柳橙 把我們柳橙 以及薄荷 還有一些草本味的香氣 薄荷輕拍一下之後呢 放進去 能夠讓它的香氣 能夠做一個充分的釋放 再加入我們的草莓 好吃的草莓 還有些許的蔗糖 然後讓整體的那個風味能夠做一個 更明顯的突出 接下來呢 把我們的材料進行倒數 讓莓果的風味 然後以及薄荷的風味 然後做一個體現 我們用的柳橙 不是像是台灣橙 它是美國橙 那美國橙它其實上面的話 柳橙會帶到一些皮油跟油脂 而且打的力道不會太大 所以它其實是讓薄荷葉的味道 跟莓果的味道釋放 然後呢 再增添一些 那種柑橘的香氣 所以是不會苦 那 氮氣呢 它能夠讓 莓果的風味呢 充分的進行釋放 所以呢 浮上我們的碎冰 那冰塊呢 能夠讓整體的結構 更缺失 然後並且能夠 讓氮氣的氣泡啊 做一個更綿密 然後還有更延續的呈現 葡萄就烘乾的葡萄根 所以帶有葡萄的氣息跟主題 放上一些 莓果 薄荷 再放上我們的 六層就可以囉 蛋清的讓莓果茶 與水果酒 喝起來更加絲滑的 魚柔順 蛋清的讓莓果茶 喜歡這家調酒的你 也可以像我一樣 結合 金奇瓶 使用蛋清 然後搭配 果茶 以及一支 你喜歡的雞酒 一樣可以做出 非常好喝的調酒喔 我是寶寶 下次見囉 Cheers 謝謝 沒有沒有我是 苦 呃 不會苦 對 哈哈哈哈 對